我是1980年修后的 因为有忧郁症 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什么 忧郁症 谁有忧郁症啊 我有 你呀 你几几年修什么的 1980年修后的 哦 很多时间了 请你救救我 卢台长 他很容易救你的 我已经在救了 谢谢 卢台长 我再帮你抓根呢 看看到底毛病在哪里 啊 小丫头 你很麻烦啊 你惹了好多鬼啊 你跟你妈妈 边上是你妈妈吗 你跟你妈妈上坟啊 经常去上坟啊 就是到人家扫墓啊 就是到这种墓地去啊 惹了好多鬼啊 太小的孩子 不要带到墓地去啊 不能去的 你妈妈经常带你 小时候去扫墓啊 或者接触这些东西啊 不可以的 而且我还看到 你们家过去 请了一个通灵人 就是他的毛病啊 发出来之后 请了个通灵人 给他划过符 通灵人知道吗 巫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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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 听得懂了吗 他跟你家里也惹来了很多麻烦 听得懂吗 你现在要台上救你 开始念经 吃全素 放生 许愿 天天想着观世音菩萨 谁都不要想 放生多少鱼呢 八千条 哇 八千条啊 小的吗 小房子呢 小房子七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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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家的佛台呢 家里佛台蛮好的 好 谢谢 等等等等 家里佛台不好 看了又不好 你家里佛台 现在 现在为什么有个猴子 经常在啊 猴子啊 猴啊 你们家里有没有图像是猴啊 不知道啊 挂笠上面有没有猴啊 挂笠啊 挂笠 挂笠有啊 甘笠啊 今年都猴 猴子是不是啦 是不是很大一个猴啊 家里哪里了 你家里这个猴已经有灵性 跑到佛台上去了 赶快把那个挂笠拿下来 好吗 谢谢 你记住啊 你这个女儿 我看看她什么时候能够好啊 你如果这些讲房子全念掉 好好念经许愿 我给她加快一点 求求菩萨啊 感觉 感觉 9月份 9月份就好了 很快 谢谢 谢谢 好吧 没问题 晚上少吃 白天多吃 听得懂吗 这个灵性很喜欢吃 所以一直在她身上吃东西 所以她很喜欢吃东西 一天都说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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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包啊 这个灵性 什么 是 一个猴子呀 猴子呀 猴子呀 猴子在她身上 哦 等一下 等等啊 我想问她 我今年六十 她想问自己今年六十啊 六十六啊 六十六啊 六十六 六十六是个官啊 六十六 好了好了 六十六 有 有 有 念六十六张 再加上六十六张 前三个月 前三个月 后三个月 明白了吗 这是什么 你们待会儿 你们帮她解释一下 好吗 你要记住 你要中风啊 哦 你的腿啊 发凉啊 腿啊 脚发凉啊 是啊 是啊 我要念 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 你只要念 一百五十张就够了 哦 好吗